朗证哲想找Edwin哥哥帮忙? 很简单 快点填在下面的条件 和我们预设一个上堂的访问 或者可以选择我们的网上自学教材 还有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在这里和大家上一堂咬字训练 Yoo! Hello,我们又回来了 好,我们先看看这首诗 The Squirrel 作者比较难读 Anonymous 这个视频是Lesson 2 我们最主要是讲咬字训练 演绎方式、面部语情、星线的运用 或者这首诗的意思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第3、第4集先讲多些 今天先做了第一件事 一定要读读所有的字 OK? 首先讲个字 小心点这个字 很多人都读不到 The Squirrel Squirrel 小心点 我读慢点尽量,不过很怪的 读慢点 The Squirrel Squirrel The Squirrel 读慢了好像很怪 读快点 The Squirrel The Squirrel 会好听点 就是你上台 你不要 The Squirrel 那就不要听 读快点 The Squirrel 就会好听点 OK? 作者 Anonymous 你咬字很清晰 但是这样不好听 所以快点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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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这个字 很难 如果你选了这首诗 你必须读到这首诗 所谓的作者 作者就是无名事 不知名 知道吗? 所以 你能选择这首诗 你必须读到这两个字 你才选择 不要因为它短短的 我选择它 但是你做不到的字 就会很辛苦 所以大家小心点 选择这首诗 OK? 好,看看第一段 The wings they did blow 首先第一件事 要解释给大家听 朗总 或者写诗词 是不需要跟习语的 所以你看到什么是 They did blow 其实在英文里 你这样写 老师会认识你错 是的 是的 但是 我们作诗 是不跟习语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 但是很多小朋友问 为什么用作者 写什么是They did blow 不是They blew 应该用过程式 但因为作诗词 我们是不跟习语的 所以可以自己 你怎么写都可以 好像画公仔 喜欢怎么画都可以 OK? The winds they did blow OK? The leaves they did wag The leaves 那个Vs 那个Vs 音上有Vs Leaves Leaves 那个字你要小心点 不要The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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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did wag 这个OK了 Along came a beggar boy Begar OK? 这个不是beggar Beggar 不是beggar 他是begga Begger Begger boy Along came a beggar boy 是啦 And put me Put 有个T音啊 没有人put me put me 不要听啊 And put me in his bag 这个都可以啦 OK? 第一段不算太难 是Leaves 和那个put me 那个T音小心点啦 好了第二段 He took Took有个K音啦 He took me up 是啦 有个P音啊 He took me up 是啦 He took me up to London OK? London A lady did me buy 是啦 这个又是不理解的 Grammar上 A lady did me buy 其实就是告诉你 有个女士买了我 那意思 因为我是一只Squirrel 来的 OK? 那心情意思不讲多 只是第三、第四集才讲 但是这个很多时候问我 所以我一定要解答给你 就是 什么叫Did me buy 是我买了 还是那个Lady 买了呢? 其实意思就是那个Lady 买了我 那我是一只Squirrel 知道吗? A lady did me buy OK? put me put me 有个T字 put me in a in a 不要分开读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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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 cage 那就惨了 不要听了这个 put me in a in a silver cage silver cage 有个ch 有个ch 音的 ch 音的最尾 雖然它是ge 但它是ch 音的 put me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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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on up up 有個p up me up on bon tutaj 小心點 and hung me upon high 那就OK了 好了,就下一段了 with apples by the fire 很简单 and nuts for to crack 这个是grammar上 有点暖暖的 and nuts for to crack 是怪怪的 但是它的意思就 第三、第四集 先讲多一些意思的东西 今天我们要focus在咬字 and nuts nuts 小心点 for to crack 有个k音小心点 besides a little feather bed 好了,这句很难 首先第一个 besides 小心点这个s音 besides 后面,OK 第二个 little 很多小一二的女生 属little 不知道为什么是little 我常常说 twinkle twinkle little 但不是little 是little 就是喝水那个water bottle 那个to bottle little 知不知道OK 那个to beside a little 另外一字很难 就是feather 因为前面f 中间是th 很多时候 这个呢 feather feather 这样 亂来 feather 那个th 中间的heartth 我们叫做 是th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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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有少少利仔 走出来的 就不要 太多了 feather feather 这样就可以了 OK? besides a little feather bed OK? 小心点这句 这句很难读 很多时候我常读错这句 besides a little feather bed OK? 跟我多一次 大家慢点 besides a little feather bed bed 有个d音 OK? 也都说一次 不要读bad 它不是坏 它不是bad 它是bed bed OK? besides a little feather bed OK? 小心点这句啦 好了 最后最后这句啦 to rest 有个st音 to rest st音小心点啦 to rest what my little 亦都是一样 不要little 是怎么读啊 女儿 你读一次 帮我听 是啦 我听到的 有些有说 有些没说 我听到的 我知道你没读的 知道吗 我看着你 好了 to rest my little back to rest my little little back 有个k音 这里小心点 知道吗 OK? 咬字就是这样 这首诗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 角色那方面 你有一只squirrel 被人买了 发生什么事呢 OK? 那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呢 那怎么演绎呢 那这个就是第三第四集 才再讲到一点 在这里也讲一次 咬字训练 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没有了这个咬字的训练 你多好感情都没有 人都听不到你说什么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因为这些字读错了 put me in a silver cage 那就惨了 知道吗 put me in a silver cage 这样 小心点 知道吗 Overall 这首诗都不算太难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飞回头 这个YouTube来说 飞回头 看看看看 看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 看十次都可以 知道吗 make sure你的咬字是perfect的 先好继续看下去 我下一个video 是讲感情演绎 和声线的感情 知道吗 OK 好了 开箱哥哥说了这么多 祝你好运 拜拜 哇 看到最后 那就是学到东西了 朗证至想得到好成绩 要留意以下这三点 Clarity of Speech interpretation audience awareness 你刚刚看过 就是我们网上智学教材的其中一课 还有很多要学内的 例如面部的表情 和声线的感情 希望我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的朗证workshop 快点填了下面一张 form 和我们预设一个appointment 或者选择我们的网上智学教材 还有记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朗证至祝你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